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跟往常一样 早早地起床 挑着担子去镇上卖货 就在这时 突然一个凶悍的妇人 拿着一个布娃娃就砸在了她的摊子上 对她大喊 小子 你这是卖的什么货 居然拿一个假的布娃娃来骗我 害我被人嘲笑 所以 你今天必须要赔我十两银子 不然我就砸了你的摊子 王二喜一听 瞬间愤怒了 对她说 大姐 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卖的这些布娃娃都是我亲手做的 怎么可能是假的 妇人一听 突然嘴角上扬 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随后 就看到她向后一挥手 瞬间从人群中站出来三个黑衣大汉 虎视眈眈地瞪着她 估计想要揍她 王二喜看到这里 顿时苦笑连连 心想 今天真倒霉啊 自己刚出摊还没开张 就遇上了这个不讲理的妇人 随后 她为了不影响自己做生意 只好忍了下来 答应了这个妇人的要求 给她赔了十两银子 就当破钱免灾吧 就这样 到了晌午的时候 她因为心情不好 只好早早地收摊回家了 俗话说得好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这要是倒霉起来 那时喝口水都会塞牙的 当她在回家的路上 路过一片树林时 突然从旁边窜出两个土匪 各自拿着一把大刀 顿时吓了她一跳 只见土匪冷冷对她说 此树是我在此路是我开 要想从此过 留下三两钱 王二喜听完后 瞬间愤怒了 对他们大喊道 你们是什么人 居然敢拦路收黑钱 没想到 还没等她说完 就被这两个土匪一顿狠揍 片刻之后 也不知道 她是哪里来的力气 突然挣扎着站了起来 转身就逃跑了 土匪竟然依依不舍地狂追 然而 王二喜因为是慌乱地逃跑 也没有看路 竟然跑到了一个山崖边 结果 脚下一滑 瞬间滚下了山崖 估计是她命不该绝 居然在她下落的时候 挂到了树枝上 因此踩脚性地逃过了一截 过了一会儿 她自己好不容易才从树上爬了下来 这时 她四周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突然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山洞 于是 她的好奇心大起 直接走进了山洞 当她进入山洞后 瞬间被惊呆了 只见在山洞里有一个十桌十凳 还有一个简单的木床 心想 看来这个山洞 以前有人住瓜 片刻后 她在桌子上看到一张纸 于是 她好奇地上前一看 只看上面写着居魂树 顿时让她的心情激动不已 心想 看来我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于是 她二话不说 直接拿起这根本居魂树 详细地看了起来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后 她竟然把纸上的内容 全都记住了 随即转身就回家了 这天上午 王二喜在镇上摆摊卖货 突然从前面传来一声女子的惨叫声 她抬头一看 瞬间明白了 原来在前面不远处 一个二十来岁的妙龄女子 正被镇上的恶霸欺辱 这个女子的衣服都被撕开了 就在这时 女子的父亲来了 二话不说 直接就打了这个恶霸一顿 还要拉着恶霸去衙门 没想到 这个恶霸家里的背景很大 她的家人花一百两银子 直接买偷那个县官 最后可想而知 这个女子和她父亲背线官打了五十大板 丢出了衙门 这时 王二喜看到这个情况 瞬间愤怒了 她急忙念起居魂术 片刻后 只见这个恶霸的身上 忽然冒出一道黑痒 随后 被王二喜装进了一个瓷瓶中 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 又因为她是第一次使用居魂术 所以心里又惊喜又害怕 直接回家了 自从有了这一次的经历后 王二喜的胆子也特别的大了 因为她内心善良 每天在大街上溜达 只要她看到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就会把人家的魂魄俱走 这天下午 王二喜去酒楼喝酒 突然被一个地痞撞了一下 她也没在意 继续往里面走 没想到 这个地痞却不是一个好人 直接拉住她的胳膊 不屑地说 小子 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居然敢撞我 给我跪下 王二喜毕竟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对她冷哼一声 这明明是你撞的我 怎么还想要讹人吗 没想到 这个地痞一听 瞬间愤怒了 对着王二喜就是一顿猛打 结果 王二喜被打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幸好周围的吃瓜群众 那是看不下去了 纷纷出手拦住了这个地痞 王二喜才没有被打死 于是 王二喜一气之下 嘴中念起居魂术 直接把这个地痞的魂魄拒走了 三天后 王二喜挑着担子 去别的村子里卖货时 突然看到一个老太太 坐在大门口哭泣 她感到很奇怪 于是 她直接走上前 对她说道 大婶 你怎么一个人 坐在这里哭泣呢 是不是你儿子不孝顺啊 没想到 这个老太太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对她说 小伙子 不瞒你说 原本我有一个儿子 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在三天前 她竟然死在了酒楼 王二喜一听 瞬间就傻眼了 心想 这也太巧了吧 没想到 自己前几天聚走的那个人 竟然是她的儿子 心想 看来自己这次做得有点过分了 如今看到这个老太太的样子 心中不免有些愧疚 随即她拿出十两银子 给老太太留下了吧 这天下午 王二喜听到村里的人 都在传李三是一个不孝子 为了赌钱 居然把她父亲的房子卖掉了 最可气的是 她还天天喝酒后就打媳妇 王二喜听到这里 瞬间愤怒了 于是 到了晚上 她悄悄地来到李三的家中 直接念起居魂术 就把李三的魂魄带走了 王二喜看到李三死在了家中 心中大喜 直接走人了 没想到 当她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碰到了两个鬼差 直接飘到了她的面前 二话不说 直接用锁链把锯走了 王二喜大惊 立马大喊 你们是谁 凭什么要抓我 没想到 白衣鬼差说道 有人举报你乱巨人魂魄 已经把你告到了阎王那里 所以阎王特命我二人 来带你去地府走一趟 王二喜听完后傻言了 随即说道 这怎么可能啊 我平时都是抓得恶贯满盈的人 从来没有错的啊 没想到 这个两个鬼差不屑地说 你不要墨迹了 有什么话 去阎王说吧 我们只是跑腿的 就这样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后 王二喜被带到了地府 当她看到阎王 瞪着一双眼睛冷冷地看着时 她瞬间感觉后背发凉 这时阎王对她说 王二喜 你可知罪 王二喜皱了一下眉头 说道 不知在下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还请阎王明示 没想到 阎王一拍桌子 对她说道 王二喜 你去走一百二十人的魂魄 可是 其中有二十多人是冤枉的 虽然你会居魂术 但是 也要分清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啊 而不是让你一个人 由着自己的性子 让人生就生 让人死就死 你这个人固执己见 难道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 不会用脑袋想一想 去问一问吗 到底什么是对错 人的好坏不是凭你自己而定的 而是凭事实而定的 我念你是初犯 因为功大于过 所以 暂时放你一马 你回去一定要好好想想吧 随后 王二喜被两个阴差带走怀养了 天亮后 当王二喜醒来后 突然看到自己的母亲 站在她的面前大哭 她急忙说道 娘 你不要哭了 我这不是醒了过来啊 她母亲哽咽着说 儿子 你可吓死我了 你半夜怎么会晕倒在路上呢 幸好被村里人发现了 你才捡回一条命 王二喜听到这里 心中有苦说不出 只能摇头苦笑着 从此以后 王二喜再也不敢强行巨人魂魄了 每次遇到大恶人 都会到衙门再三确认了 便巨其魂魄 纳入阴草地府 这王二喜从此变成了阴阳两界 行走之人 也就是所谓的走阴人 俗话说得好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而已 我们做人一定要光明正大 不要自私自利 这样才会幸福快乐 在这个故事中 王二喜因为被土匪追杀 意外掉入山崖 结果学到了居魂术 因为他心地善良 想要除掉所有的恶人 但是 却因为自己独断专行的性格 冤枉了一些好人 最后 被阎王派因差带走 到地府走了一圈后 最终大彻大悟 这说明了我们身处社会 是社会人 绝对不能只考虑自己 而一点不顾及他人 做人有时大气一点 宽容一点 欲试多为别人着想 自己也会收获愉快的心情 有了愉悦的心情 看世界的眼光也会不一样 大家觉得我说得对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